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句 刚刚第三句我们刚刚有看到虽然 对不对 我们复习一下虽然 有虽然就不会有但是哦 这边就不会有但是哦 好 虽然呢 要有很多的时间 跟很多的精力要被needed 要被需要 才能够to train 去训练这些walking dog 这些工作狗 但是呢 但是 你看这个但是没有写出来哦 但是 中文有但是 英文不能有 英文的虽然跟but只能够二选一 好 所以你只能选一个 虽然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栽培 去train 去训练这些狗 但是呢 身为一个human best friend 身为一个人类的最佳好朋友 这些狗狗们 它们呢 certainly 它们绝对百分之百是more than just 什么叫more than just 它们不仅仅是叫做more than just pet 它们不仅仅是宠物而已哦 这个句子呢 我们刚刚说要来改写它对不对 我们说时间跟精力要被需要 那我们可以换成别种说法吗 可以 我们可以用虚主词他来当主词 但是动词就变成要用这个字了 叫take 虽然这件事这个他 虽然这个事情是虚主词 虽然这件事情要需要很多精力很多的时间 to train 去信念这些工作狗 后面造钞 好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take 需要 来 事情当主词 如果这个事情要需要 要花费掉某个人很多时间去做什么事 某事情当主词 花费要用take 某事情当主词 花时间动词要用take 好 这边的take是当花费来翻 但是后面是花时间 他只能够加时间哦 所以花了这个人多少时间去做某事 例如说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 takes me 花了我2 hours 2个小时 to finish my English homework 去完成我的英文功课 好 留意 事情当主词 花时间 花时间用take 那如果事情当主词 花钱呢 嘿嘿 花钱用cost 花钱用cost cost me to do something 譬如说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例句哦 it cost me cost me one hundred 100 dollars to to buy this coat 要穿 要买下 去花 去呢 买下这一个外套 去买下这个外套呢 他花了我 他花了我呢 100块钱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要花钱 花钱用cost 花时间 花时间是用take 然后这两个的特质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事情当主词 事情当主词的时候 so it cost me 100 dollars to buy this coat 好 那如果各位来复习一下 如果是人呢 人当主词的时候 花钱 花时间用spend 是用spend 后面是可以加时间 也可以加金钱 但留意是后面要加on 后面第四要on 或者是vng 例如说我们可以把课本刚刚这个例句 虽然很多时间跟精力是被需要的 来训练这个walking dog 我们可以把这两句改成 low people 我们改成people当主词 people spend 虽然人们呢 要花spend a lot of time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 要花很多精力 要来training 要训练 我们看到要加上句 training this walking dog 训练这些狗狗 要花这么多时间跟精力 好 再来我们看到最后的课本 the cultural note 文化小笔记 其实许多动物都是训练成人类的小帮手 甚至还有专门为他们举办的大学 例如泰国就有猴子大学 这个猴子大学呢 他们会让猴子啊 在学校里头学习怎么样爬树 如何摘椰子 如何丢下来给人们 这个都是要训练的 毕业之后呢 他们顺利训练完 他们就可以去跟着农夫呢 到农地去做采椰子的动作 长久下来是很好的伙伴哦 好 那这是我们第五课的介绍 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